把握除夕前最後時刻 今天各地已經陸續出現 趕半年貨潮 包括像是苗栗知名零食店的萊克 是絡繹不絕 讓業者直接拉高整個備戰規格 甚至把工作人員從原先數人規劃 直接翻倍成長到三十元 另外再往南走 在雲林肉鋪的香腸 肉松等肉品的伴手裡也超級享受 整間店內走到塞得滿滿滿 這是苗栗院裡知名零食店 年節期間有限攤食蛇般排隊人潮 客人落益不絕 把洗衣籃當購物難用 民眾狂掃零食 依舊整籃整籃裝滿滿 結證刷條碼 工作人員手沒停過 客人也開心大包大包裝著走 也讓店內生意搶搶棍 我們是台北 那買回去是過年要知道 知名零食店為了因應過年 搶買人潮來客數多一倍 上班員工數也翻倍 從15人增加到30人 結帳捕獲高規格應戰 另外在雲林斗六肉鋪買氣也很旺 我將一鍋20斤 這個肉松包不完了喔 包不完了 今天已經炒了三鍋了 還是不夠用喔 對 肉松連炒60斤 還快要不夠張 香腸也一包包蜜蜂塞進箱內 宅配北上 連結採購伴手禮 讓肉松香腸超搶手 賣氣因此多了三成 都開始在採買年菜了 去年啊 因為升級嘛 沒有辦法說訪客啊 今年都解封了 訪客都可以了 你訪客不可能都兩手空空啊 一定要帶個禮 對香腸喔 光一個人就可以帶到20斤了 迎接過年廉價 不管是自己吃還是送禮用 民眾把握時間搶半年貨 謝謝方忠誠 彭光許 雲林苗栗報導